我们接着说 APP传入一个ID之后呢 这个ID是选择器的 选择器 那根据我们这个类图里面 这个APP呢 肯定是有Elements的 这个dequery 那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需要引入dequery 然后呢 把这个this.element 复制成dequery 这样的话 这个Elements就有了 就是这个dequery的一个对象 接下来我们根据 APP的一个类图的一个框架 我们把这两个函数 给它生命一下 Innate我们先放在后面 然后这个呢 是初始化购物车 InnateShoppyCards 然后这个是初始化列表 InnateList 好在Innate里面呢 我们就执行这两个 第一个呢 是this.element ShoppingCard 然后第二个呢 是this.element InnateList 好 这里面具体写什么呢 InnateShoppyCard的时候 肯定是要初始化 ShoppyCard 初始化购物车 对吧 要调用它的一个 InnateList的方法 InnateList的时候呢 肯定要调用这个 列表的一个 初始化的一个方法 这样的话 我们就先保存一下 我们把这个 列表和购物车 分别创建一下 我们在Demo里面 创建这个 ShoppingCard 然后前面可以大写 然后在Demo里面呢 再创建一个 List 这两个文件夹 然后ShoppingCard里面呢 我们也要创建一个 ShoppingCard的一个文件 好 这个文件其实就是 要写我们这个 class 然后接下来是 在List里面 我们要创建一个 List.js的文件 这个文件呢 我们要写这个List的class 好 我们先把ShoppingCard的class呢 我们先写一个 大体的一个框架 ShoppingCard.js 我们还是一样 ExportDefault class ShoppingCard 然后 Candrogator 这里面介绍什么呢 接受我们看一下 ShoppingCard它有一个 APP的一个实力 所以说我们要接受一个APP 然后呢 它有一个 init的一个方法 它是对外的 所以说我们就先把这个 init声明一下 好 这样的话呢 其实这个ShoppingCard的结构 先写好了 写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回回头来 把这个AVP.js里面呢 给它编辑一下 这个里面的内容呢 我们等会再写 我们先把结构写好 写好之后呢 我们这就可以去 引用这个ShoppingCard 然后在这个init ShoppingCard里面呢 我们就声明一个对象 或者说实力 new ShoppingCard 好 然后把this传过去 因为this就是这个 当前这个APP的一个实力 它这儿要接受一个APP 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 给它传过去 然后传过去之后呢 我们执行这个 ShoppingCard.init 因为我们在这儿 已经定义好了 好 那这个ShoppingCard呢 我们就先关闭一下 关闭一下 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 APP.js中 保存一下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 监听给它关掉 因为我们代码正在写 不要让它一直监听 好 后来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 处理化一个列表 列表呢 我们肯定要把这个list 给它写一下 列表也是 expose default class list constructor 也是需要一个APP 我们看一下 list也是需要一个APP 这是一个属性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传过来 把这个接收到 然后呢 还需要一个enate的一个方法 然后我们这也是个结构 这个结构呢 我们先保存一下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 这个enate list里面 继续写了 当然我们先去 引用一下 引用一下这个list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 enate list里面呢 我们就 处理化一个list的一个实例 大家看我们写的这些 全部都是 用别人对象的事件来写的 然后把list给它传过去 跟这个list一样 这个list也是这个APP的一个实例 因为它这要接收一个APP的实例 然后完事之后呢 我们就执行这个list.inate 保存这个app.js就已经写完了 它里面有inate inate的时候呢 要执行这个inate shopping cart 还有inate list 分别是这两个方法 这两边呢 出色化这个实例 然后执行inate 然后出色化这个实例 然后执行inate OK 然后接下来 根据我们之前分析 URM类出的顺序呢 我们接下来 要把这个list 给它再写一遍 好 list里面 我们看现在有这么一个结构 我们看一下 list里面 有element 一个require对象 还有一个app 然后app已经传过来了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list点app 复制成app 把app的属性给它写在这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肯定要去 把这个element 给它出色化一下 当然我们先去引用require 然后this this.element 复制成 这儿我们就直接写一个div就可以了 因为大家看一下 我们 这个已经关掉了 我们就不再 不再开了 就是我们刚才也看到 上一节的时候 我们在演示那个项目的时候 也看到我这个list的这个element 就整个list的容器 它其实就是一个div 它没有id 所以说我们这儿 直接处理化一个div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根据这个list的一个框架 我们分别写一下 它的一些函数的一个定义 init已经有了 init有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写什么呢 还有写获取数据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生成列表的 inititem list 当然要把这个data传过来 因为获取数据肯定要获取一些data过来 然后把data传过来 然后生成列表 然后呢 再是渲染的 渲染的就是这个render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把这个获取数据的给它写一下 获取数据的写一下呢 我们是用什么呢 我们是用一个fetch 一个函数来写 fetch这个函数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打开一个控制台 我们写一个fetch chrome都已经支持了 fetch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通过promise的形式来返回阿亚克斯的结果 如果是浏览器不支持呢 大家可以去gethub里面去搜索 稍微有点慢 在这里面直接去搜索这个fetch 然后它就有它一个兼容低版本浏览器的一个方法 就在这里面第一个搜索结果就是 好 大家看这个star已经到了20000的级别了 好 我们看一下怎么写 return fetch fetch里面呢 就是需要传这个url 但是这个url呢 我们不能在那写 按照这个系统设计的方法呢 我们这个url一般是要从一个配置文件里面写 所以说我们在demo文件夹里面 新建一个叫config的文件夹 然后这个文件夹里面呢 我们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我们新建一个config.js的文件 好 在这个文件里面呢 我们要输出一个长量 这个长量呢 叫get list 然后这个的地址呢 是绝对入境 api 然后list.json 这个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刚才就是第一次在那个出入化项目环境的时候 准备的时候说那个在这个demo里面的这个api里面的这个list.json 就是这个文件 将来获取的就是这个文件 好我们先保存一下这个 保存一下之后呢 我们先关闭它 因为暂时用不到了 好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从这去获取到这个刚才写的这个长量 好 就是这个result.json result.json呢 就是说我们会把这个文件里面的这个json结构都给它返回回来 这是fetch的一个标准 好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这个loaddata的一个整个内容 我们标记一下返回promise实例 OK 其实这个result.json的结果呢 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生成列表需要的这个data的这个结果 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整个的这个结果是个数组 数组里面有有两个 我们现在是两个 我们后面会增加一些 它是有几个元素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initemlist这个函数呢 都给它写一遍 就是data这个数组 data.map 然后item.data 这个里面呢 按理说是什么呢 按理说应该是 创建一个item 然后什么呢 然后init 但是这个要怎么创建呢 我们等会再说 这个我们先留一个疑问 我们接下来先把这些 其他的函数我们都先写完 看init init的内容呢 我们就可以先去执行这个this.loaddata 就先去 肯定是先去获取数据嘛 对吧 先去获取数据 然后loaddata它返回的是个什么呢 它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 对吧 因为我们这儿return 它是一个promise 然后data.zen data.zen 返回的肯定也是一个promise 根据promise的标准 所以说我们返回promise呢 我们还可以执行这个data.zen 好 data.zen里面呢 这个data 我们去获取data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执行这个init item list 然后list init item list 然后把data给它传进去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执行一个.zen 就是如果是这个init 它完了之后 还可以执行.zen .zen里面呢 就是说 我们第一步获取了数据了 根据获取的数据 已经把这个item list 都已经渲染完了 这个时候呢 我们最后就可以什么 最后就可以渲染了 对吧 渲染的时候呢 我们就执行这个this.render 这个render函数呢 我们这还暂山空了呢 这个我们要怎么写呢 要this.avp this.avp 就是这个 从avp.js里面 生成这个list的时候 传入的this 就是app的实例 app的实例呢 它有一个element的一个属性 就是这个app对应的一个 dum节点的容器 所以this.avp.element 我们就可以获取这个容器 然后它呢 在append this.element 大家看啊 this.avp.element 是这个avp的一个容器 this.element是什么呢 是当前这个list的一个容器 对吧 也就是这个 大家看似是什么 看似现在 看似是 因为this.element 现在看来只是一个空的 一个div的一个节点 看似是把这个空的div节点 给它append到这个 复容器上的 但是呢 我们在做这一步的时候呢 会把这个this.element的 这个内容给它填充上 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这儿是有顺序的 大家看 先获取了数据之后 然后获取数据之后 执行这个this.init item.list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执行到这一步了 执行到这一步的时候 它这个this.element 就已经填充上了 所以说最后我们在执行 这个init的时候呢 就没有问题了 可以把这个整个的内容 都给它填充上 所以说为什么 我们最后要执行渲染呢 因为我们要把之前的 都渲染完之后 一次性渲染给浮容器 这样的话会有效的去减少一些 重回重排的一些性能问题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渲染 放到最后了 好 我们先保存一下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去做的 就是把这个来写完 这个来写完呢 我们还需要 涉及到一个 另外一个item的一个class来写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item 所以说我们这一小节呢 我们就先演示完 这个list.js 下一小节 我们再去演示 这个item的一个class 简直到这里 我们再来 Een小节 像是这个棒子 一样的一个 这个棒子 像是这个棒子 一样的一个 和这些板子 这个棒子 和那样是这个棒子